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库安,我是老张 今天和大家聊聊《乾坤万年歌》和《江子牙》 中国古代一直到民国时期有十大预言之说 那么说预言就这么多吗?正好十个吗?那肯定不是 各种预言书之多其实是层出不穷的 不过咱们中国人喜欢这个四、八、十什么的 是吧,你比如四大天王、八大金刚、十大金曲、十大网红 可能中国人比较偏爱这几个数吧 咱们也不能免俗,就接受这个说法 就说这个十大预言 那么这十大预言指的是 《乾坤万年歌》、《马乾客》、《长头诗》、《推背图》 《黄涅禅诗诗》、《梅花诗》、《烧饼歌》、《金陵塔碑文》 《须部大师预言》、《武侯百年机》 相传《乾坤万年歌》乃是周朝江子牙所著 时间早嘛,所以排名第一 今天咱们就聊聊《乾坤万年歌》 但是先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作者肯定不是相传的江子牙 那么为什么敢这么说呢 看完我的影片,你就明白了 好,那么请收看影片的朋友 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为影片点个赞 如果您喜欢影片 也请您转发评论 您的支持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 谢谢,谢谢,谢谢 那么咱们先来说说这个江太公江子牙 他姓江,吕氏,明上,智子牙,好飞雄 是周文王周五王的军师 为神龙氏五十一世孙,伯夷三十六世孙 史册记载名字有江上,江望,江牙,江子牙 吕上,吕望,吕涓,吕牙 别称有江太公,吕太公,齐太公,太公,太公望 上父,师上父 妙号文主,甲齐公 后来在唐宋又被追封为五成王 昭烈五成王 所以他叫江上,也叫吕上 这个名字实在是太多了 咱们今天中国人的姓氏都合一了 基本上都是一个字 比如说赵天孙礼,周乌正王 逢臣楚位,江臣寒阳 当然也有两个字的 比如说司马,慕容 最多的十七个字 是遗族的这个姓 基本上很多字的姓都不是汉族的 贤秦的时候就不一样 姓是姓,事是士 姓一开始是部落族群的符号 而且很有可能是开始于母系氏族部落的时候 比如说上古八大姓 任鸡江四,迎云归遥 这八大姓都是女之旁 而且你看包括这个姓这个字也是女之旁 后来人多了以后就分出去一部分 就以住的地方或者是封地 这个地方的名字为氏来驾驭区分 你比如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屈原 他老人家是与身殉国 自古以来就是爱国主义的代表象征 并且还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节日 还能放一天假 挺好的 中国历史上以身殉国的人多了 但是能给我们带来一天假机的 应该只有他老人家一个人了 小时候我一直以为屈原姓屈来的 其实不是 屈原姓米 屈氏 明平 志原 屈氏 他主张公子侠被楚王封在了屈这个地方 那么他为什么不叫米平或者叫米圆呢 那是因为先秦时代 男子都是氏家名 女子才是姓家名 比如说米月 米八子 看过电视剧或者小时候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了 他们都是一个老祖宗 这么一扯 扯去远我们就扯太远了 我们再说回来 那么说到姜子 大家都管他叫姜太公 还有一个典故 姜太公钓鱼 是愿者上钩 这个事儿正是他太公之名的由来 您可能不知道 让我来详细说道说道 姜太公叫吕尚 因为他的祖先承受过士月之官 辅助大禹至离水有功 后来就封到了这个吕帝 所以他的士就是这么来的 之后经过夏商两朝之后 那些后代庞戏子孙就没落了 很多后代就沦落为平民之地了 你想想 夏朝470多年 商朝554年 两朝加起来1000多年的历史 很多只顺没落了 这也很正常 是吧 据说姜子牙出世的时候 家境已经是败落了 所以姜子牙年轻的时候 干过是宰牛卖肉的屠夫 也开过酒店卖过酒 但是姜子牙是人穷志不短 无论宰牛也好 还是做生意也好 始终是刻苦地学习天文地理 军事谋略 研究治国安邦之道 希望有一天能为国家施展才华 可是直到70岁 还是一无是处 闲居在家 姜子牙在72岁时 垂掉喂水治兵的盘西 今天在陕西省宝基境内 别人钓鱼都是弯钩有饵 姜子牙钓鱼没有鱼饵 而且是直钩 更牛的是鱼钩里水面三尺 他这么干哪是钓鱼 按现在的话说 那就是行为艺术 就是想出名 借钓鱼的机会求见姜 有一次姜 姜外出狩猎之前 占卜一挂 挂师说 所得猎物 飞龙飞翅飞虎飞虎 所得乃是成就霸王之夜的俯尘 姜昌出力 果然在渭水河北岸遇到江子牙 与江子牙一番谈论之后 姜昌就大喜 认为江子牙是个奇才 于是他说道 五仙君太公月 当有圣人施咒 走一醒 之震死夜 五太公望此旧仪 这个姜昌是陕西人 是吧 应该是这么说 我想是这样的 那么翻译成白话就是说 我先祖太公曾经约过 将来一定会有一个圣人来到我大洲 大洲会因此而兴旺发达 那么太公说的就是您吧 我们家太公七胖年已经很久了 那么至此姜子牙又被称为太公望 就是说是太公盼望的那个人 后来又被叫做姜太公 所以他这个太公的名字是这么来的 不是说他有大德性的老人 而是被太公欺望的那个人 这之后还有文王拉车的演过 就是说这个姬昌请姜子牙做军事 姜子牙却要姬昌亲自拉车才肯上门 所以这个当时的西伯侯机舱 求贤若可二话步车 请姜子牙上车就走 机舱力大无比 拉着车往西一口气走了301步 突然就跌倒了 跌的是头晕目眩 爬起来之后西伯侯没有发现 这个竟搞错了方向 稀里糊涂拉车又往东走了507步 终于体力不支就摊倒在路上 于是这个姜子牙便说 天术西伯侯一共走了808步 周朝就存在808年 文王一听只有800多年还是后悔 还想继续拉车 然后姜子牙就说 天术如此兴衰存亡 只有定数其可而弃 所以西周有301年 而东周有507年 周朝江山共有808年的历史 当然这些都是民间传说 实际上周王朝 西周东周加起来 一共传国君32代 37王 享国共计790年 后来姜子牙辅佐文王武王 打败了商周王 建立了周朝 论功刑场呢 姜子牙就被封在了齐国 而且姜子牙的女儿 嫁给了武王 是武王的皇后 所以姜子牙是成王的老爷 是康王的太老爷 据说他还辅助过成王 上文我们说到的 这个周太公的政费 也就是说文王姬昌的祖母 他叫太江 也是江姓 出自和氏庞国人 所以说老姜家和老姬家 可以说是深度绑定 这里面的水很深 其实姜子牙 牲畜年份 众说分吟 其生年已无史料记载 畜年有竹书记年 既有周康王六年齐太公旺处 根据这个下上周断代工程年表的这个推算 周康王六年是公元前1015年 太公的生处年大致为公元前1128年至公元前1015年 所以他是113岁 当然这个只是大致的年限 也有其他说法 《知识通鉴》里面记载 太公处于周成王年代 大致处约为公元前1026年 即享年是103岁 实际记载太公处有百余年 各种版本都说他长寿就对了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清宫典藏的这个画本 这个太公画像 看大额头啊 一看就是寿庆像 画的跟寿庆佬一样 你看跟南极先锋是不是一样画的 上面咱提到这个竹书纪念这本书 也很有意思 他是让史学记非常震撼的一本书 他所记录的史料与史记所描述的 不单只是内容不同 而且这个驾驶观的意识形态 都是大为迥异啊 比如啊史记记载这个姚舜宇之间 是通过善样来传为的 而竹书纪念啊 却认为啊 这个舜和宇啊 都是通过正殿的夺取的王位 和我们一般人知道的这个 大不相同 不过我觉得啊 竹书纪念记载的更加符合真实的人性 而史记上写的那些圣人啊 各个都不像人啊 更像这后人塑造出来的神 关于竹书纪念啊 以后有机会会专门做影片给大家讲解 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 讲完姜子牙的生平啊 我们再说说所谓的他写的这个乾坤万年歌 乾坤万年歌啊 是七个字一句的预言诗 其实啊 有好几个版本 相传汉颜光的注释版啊 为110句 共770个字 开头是啊 太极为盼 婚已过 封后女娲 时尚生 三皇五帝 已相成 中派原流 婴不措 耳金天下一统舟 李月文章八百秋 这就是从中国古代的创世传说讲起 并说明啊 将从周朝的开始预言 结尾是行人行义立乾坤 子子孙孙三十世 我今只算万年中再富循环理无穷 知音君子祥此数 古今存亡一贯通 说的是啊 世事兴衰乃是于循环道理 无止境的循环 大家看这个文体啊 就不可能是江太公写的 先秦最著名的诗歌集啊 也就是诗经和楚池 是吧 诗经里面的诗啊 绝大部分都是四言诗 都是四个字四个字一句的 你比如说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啊 观观俱咎 寨河之舟 君子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餐吃杏菜左右留之 窈窕淑女恶媚求之 风格都是这样的 那么七个字一句的有吗 也有 离梢里面就是这种风格 路漫漫骑修远系 武将上下而求俗 与银马鱼咸池系 种鱼配乎富商 折若木以福日系 辽宵遥以襄阳 前望苏史先驱兮 后非连史奔苏 反正 就是各种兮 还有什么各种户 那么乾坤万年歌 跟他们的画风 就完全不一样 像乾坤万年歌 这种奇言诗的格式 是在南北朝末年 才开始出现 而且文风 也太浅白了一点 就接近宋朝画本 和这个明星张悔小说的这种水平 说的不好听点 就有点打油湿的干脚 可以断言 绝不可能是出着江子牙之手 应该是后世脱明的伪作 如果说到这儿 您还不信 咱们再往下看第七句 第八句 写的是 串去中植 传天下 却是春河 换日头 串去中植 是个旅制 春河 换日头 是个秦制 说的就是 秦始皇 本姓旅 是吕不伟的儿子 是吧 说的就是 嬴政和吕不伟 那点事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看着好像是 预言的非常好 是吧 可问题就出在 这个春制和秦制上 商朝使用的是甲骨文 周朝是金文 而我们现在 所能认识出来的 这个历书 这个春制和秦制 是在这个秦汉时期 才出现的 可能甲骨文和金文 我们大家都不认识 至少我不认识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 学识比较渊博认识 那么您就知道 这个周围商务 周初的人物 这个江子牙 江太公 他不可能写这个历书 是吧 而春和秦制 在甲骨文上 是这么写的 这金文呢 又是这么写的 所以这诗 根本就不成立 那么终上所述 至少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版本的 这个乾坤万年歌 肯定不是江子牙写的 乾坤万年歌 全时都在预言 中国的朝代更替 虽然不是江子牙写的 但是有些预言 还是挺准的 一百多句 咱们在这里 就不一一说了 您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 有很多详细解释 那么和我们最相关的 我想应该就是这次句 人丁口为十字 很可能说的就是蒋公 经国重新又一千 两国将借各保守 说的不正是我们 现在的这种情况吗 那么更得相安一百九 这句话就说到了 一百九 一说是一百九十年 还有一说是一百零九年 如果是按照一九四九年 来算的话 当然还好 时间还很长 如果是按一九一二年 来算起的话 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自己算算吧 而且就在我准备 这期节目的时候 我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 着实让我是吃了一惊 国家发改委网站 十月三十日消息 近日国家发改委等 十四部门印发 近期扩内需 处内销的工作方案 好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请收看影片的朋友 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为视频点个赞 您的支持 就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 谢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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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